Hello 北基道 今天要講的主題叫做 前進新時代 私承創未來 前進就是一個錢的錢 進就是進入 這個新時代 私承就是你們新加坡 不用說了 新加坡如何創未來 除了這些錢 是一些中國富豪之外 原來另外 都要講 台灣的富豪 都進去了新加坡 這是我研究得出來的 歸類 原來很多廠都在 東盟設廠 不如方便 走點過來 穩陣 因為那邊都是難走的 還有這個系列比較多 但是我會壓縮的 有大約 我希望控制在12分鐘的影片 影片裡面有五條左右 希望大家每一條 都不同的 其中有一些 講的是去了美國的富豪 為什麼他們連中國的業務 都不愛 只要自己跑去 就是這個Soro中國 為什麼王健林 買了這麼多東西 他們最後來都走不到 其他富豪又怎麼搞 這些全部都會在 後面那幾集會披露給大家 現在先講一個標題 就是前進 新時代 私城創未來 中國富豪前進 新加坡 就紛紛成立了這個轉移資產的避風港 這個叫加辦 近年來 中國要實現共同富豪的聲浪 越來越大 剛剛二十大 寫進去 要加大力度共同富豪 加上香港經濟和政治氛圍 大不如前 所以有兩邊走資 一邊就是香港走過來 另一邊就是走出去以外 後來那些就一早買好東西 後來那些還有就是 台灣的錢都進來 新加坡那些最厲害 西方媒體目前報道說 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富豪 開始想盡辦法把錢轉移到海外 再者 資產走出潮中 新加坡成為你最受歡迎 中國富豪海外的避風港 其實近年來已經有不少中國的富豪 將錢前進新加坡 其中又以新加坡設立 用於財務的家族辦公室的方法 最受歡迎 這個所謂的家族辦公室 即是由企業的家族所設立的公司 集中管理家族的財富投資和傳承計劃 在中國稱為加辦 中國富豪在新加坡加辦的大戶 今天已經是大戶 有些專門做這些的就發到豬頭了 哇肥個肥仔水 聽聽美國廣播公司 商業頻道CNBC報導 新加坡會計與企業服務 過去一年來接獲的查詢足足多了 一倍至1.5倍 其中大部分資深是來自中國新加坡律師事務所 被Front Law 也觀察到這類似的趨勢 該公司一名董事 Ryan Lean 透露相對其他國家 如印度、印尼、歐洲尋求 在新加坡設立加辦的中國客戶比較 更加明顯更加多 升幅私人銀行的數據顯示 該公司去年大中華家辦的客戶 從過去的25% 現在增至45% 華僑銀行 ODBC旗下的私人銀行 新加坡 銀行 也呈現一樣的勢頭 該公司來自大中華家族辦公室 較2019年的時間增長300% 很厲害 根據新加坡發展局的資料 在2020年年底 已經有400家家辦 由於去年底的數據 尚未更新 數字可能更多 更高 要按照國家的企業的統計 中國富豪成立家辦 幾乎肯定的數字是驚人的 我們怎麼走資產呢 為什麼會開始走資產呢 都是好像不羈道這樣說 由不羈道美美到來 一定要記住這個年份 就是在2019年 當時銜佔中國與外國市場的香港 爆發一個反修例運動 政治局勢快速化 當時現在是中國富豪尋找 將這些財富轉移的基地 2021年北京當局開始加強打壓 共同富裕這個政策 科技和教育這個產業相繼被整縮 不少透過相關產業致富的中國富豪 無可避免遭到一定程度打擊 在這兩個疊加的關係上 進一步加快了富豪 將資產轉移到海外的部分 擁有廣大中文的群體的新加坡 就變成了一個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前進新世代 私城就會創未來 這個是Part1 我會一直說下去 希望大家留意這個系列 不會令你失望的 資料絕對是第一手 多謝大家 Hello 筆記道 我們繼續講講 因為2019年的運動 和中國的政策 共同富裕之下 為什麼中國的有錢人要開始轉移資產呢 本來很多人已經在香港 但是現在香港都覺得不安全 所以要走 因為現在 如果北京要匯款出去 一年最多五萬元美金 五萬元美金就是三十萬人民幣左右 五百中四十 四十萬左右 四十萬人民幣左右 三十多萬 那你想一下情況就是 喂 很惆悵的 所以他們要找路走 而 因為有一件事情 就是蕭建華的事情 蕭建華在四季 被強國的特別部門 帶回中國大陸之後 那些人就在望月樓 想著看中國的政府 怎樣發展 又有安全感 又有離開感 喂 好行 但是最後發覺原來不行 被人走回去 當年聽說蕭建華 包了一層 一層 一層四季包了 不知道他在哪裡睡 但是沒有什麼 一定會找到你的 除非你不抱頭 你的家人還在北京的話 或是中國內地的話 怎麼都會找到你 所以最後 所有的香港 有錢的中國富豪 都想辦法 要加班 整個家人走 就搞移民 就搞資產傳承 各方面的事情 而新加坡的優勢 就是 連這個 這個 那個 財富稅都不收 講講 新加坡的優勢 新加坡有政治穩定 政策優勢 以及社會和經濟面向的優點 因為不少中國富豪 排除萬難也要前進 那個錢 有錢的錢 進入新加坡 政策上 新加坡沒有徵收財富稅 這對任何有錢人而言 都是 難以抗拒的誘惑 簡直這個誘因 真是碰個輪子 2021 2020年1月 新加坡正式落實可以 變動資產的公司 叫做VCC架構 簡單來說 VCC架構是允許 投資者以更靈活方式 進行資產和風險管理 同時不必公開股東名單 讓投資者更加有私隱 這一方面 有意向新加坡設立家辦的人 又想保持低調的富豪 是莫大的吸引力 此外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全球 投資計劃GIP下 符合特定條件的外國富豪 能透過本地進行投資 申請成為新加坡的永久居留 嘩 光是聽都知道吸引 即是換句說 買了保險 將資產轉移 落戶了 即是前進新加坡 即是私城創未來 因為你有錢 還有就是慢慢慢慢 那些人又會過來 為甚麼? 因為你告訴我 原來這樣投資 是可以拿到永久居留 永久居留 當然不回大陸 即是想都不用想 當日為甚麼 黃建林在街上賣物 最後回到大陸 整個企業就崩潰了 為甚麼? 你看到潘石銀在北京 走開了 去賣不到給黑石 都不愛了 喂 如果被人拍到 在這個看尾網 就知道 我有錄卡 我留了一條命 還有 我有一百億也好 有十億也好 我都可以很富裕生活 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但是我回了他 就囚醬滄桑 所以不能回 情願那些錢不愛 有一千億也不愛 我現在還有幾百億 就是這樣 所以中國富豪 在2019年的時間 看到香港的運動 也看到一國兩制 最後來 是會由一些紅線 告訴你 他更加完善 更加完善 他的選舉辦法 就知道 基本上 中國的政策 對香港 是更加崩緊 因為崩緊的關係 那就即使換他 去決定什麼時候走 決定2019年之後 已經決定要走 什麼時候開始投資香港 當然是2019年之前 你下來這裡買了很多物業 然後就散了 走 找代理搞定 然後那些錢 怎麼轉回來 是不是前進新加坡 是啊 這個是新時代 施城創未來 希望大家明白 原來政策 是會影響經濟 經濟又會有另外一個事實 讓你看到原來一個政策 影響的是一骨牌效應 為什麼今天新加坡會這麼厲害 因為 他只是做了一件事 就是攤開隻手 擁抱所有的錢 所有的富豪 亞洲區 中國華人區的富豪 大部分都會落戶 新加坡 所以施城就可以創未來 多謝各位 Hello 繼續說前進這個新時代 施城創未來這個系列 其實只要符合了其中一個條件 你的錢來到新加坡之後 外國的富豪要符合 新加坡投資至少250萬的波子 即時大約千多萬 千多萬左右 成五 是啊 是啊 千多萬港幣左右 不是很多 現在 哪是錢呢 所以 就能夠成為新加坡 的 永久居民 250萬就大約 2000萬左右 是啊 2000萬左右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經濟方面 享有地理優勢的新加坡 真的是四托八托 因為有港口 張宜機場 又是很多航班 都是一個國際非常重要的航空樓 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如果 你是在那邊做廠 啊 搞那些 其他的東西 都很棒 隔離整個東盟的市場 所以 基本上 就不缺乏投資的情況 還有 整個東盟 其他 馬拉 越南 這些 其實你推翻 二三十年前的中國內地 差不多了 甚至可能再快一點點 在社會方面 華人人口居多 新加坡 所以 溝通絕對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這些富豪 也有意 將這些資產 轉到新加坡 主要是因為生活的問題 適應 再加上下一代的教育 是更加能夠銜接這個國際 所以 新加坡 為什麼突然之間 在短短的兩年間 就是這樣 首先 就是要原來後面 有這麼多事情已經發生了 是啊 喂 他未必覺得這個地方是值得去投資的 但是安全 那些錢的安全 再加上整個東盟的發展 最富庶 最現代化 最和平 最民主的國家 新加坡 還有熱情好客 謙卑 還有 他不會覺得你來這裡 是跟他爭生意的 這是重點 好了 因為這樣的關係 不約而同就會來到新加坡 所以 中國內地的富豪 或者富二代富三代 就變成了一個樂園俱樂部 其中 較為出風頭一點 就是2018年 已經開始 入籍新加坡的海底撈 兩夫妻 唱版人 張勇和舒平夫婦 無疑是最響亮的名字 張勇夫妻 2018年正式入籍新加坡 即是一道紅巨 新加坡首富的寶座 據報導 舒平也在本地 即是新加坡設立Sunrise資本管理公司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要提醒大家 在財經界那邊的消息 有一點點的 他們就說 香港的金融專材有財富管理方面 是比新加坡 是有跟更加優良 更加好的 record 即是check record 會漂亮些 當然啦 你當時管理得多嘛 新加坡 新加坡要搶中國富豪在海外設立 加辦這個大餅 必須設法趕上香港 財富管理這方面的水準 我又不是很擔心 因為為什麼 重要就是有沒有人讓你去試 有 那就照做 還有 喂 我告訴你 很多東西是射來射去的 怎麼射來射去呢 很簡單 舉個例子 有一間很大的公司 現在要買一個很大的保險 一間保險公司吃不到 他們是怎樣的 將保險射回去 他的comparator 因為大家以為是comparator 但是在行規裡面就是 喂 我背不起 不如你又背一點 我又背一點 真的倒了的時候 大家都不會馬上死 即使等於香港賭博 喂 這個盤太大了 喂 你收了外圍又怎樣 我射回去這個 這個馬會 如果真的中的 我都可以在馬會那裡 有一個派材 然後再派給我的客戶 這樣去做的 你真的以為就是管理 自己管不了的 但是客戶在我身上 我就會跟你說 現在這幾件事 因為我和那個 那個 這個 財富富豪 好朋友 我們簡直是兄弟 他現在給我 找挑選 不同的資產管理 喂 你有沒有辦法 剛剛才 大華銀行 你有沒有辦法 喂 你有沒有辦法 喂 喂 給我一個計劃 然後我做 comparison 喂 這裡有1000萬美金 這裡給你 給你 給你500萬 這裡給你300萬 這裡給你200萬 這裡給你200萬 行不行 當然行 你去 massage 你去操盤 所以幕後操盤人 很重要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不機道 前進新世代 私城創未來 喂 不機道 你是堅定留 香港政府都說 沒有資金外流 怎麼會有這些 這些業務 轉進新加坡 真的要跟大家 又要上台了 什麼叫做 趁勢價值投資 你要趁勢 有智慧 就趁勢 不如 如果你有智慧 又趁勢 就一定贏了 我們說 要看國際版塊 地區版塊 香港的財政司 會不會告訴你 嘩 現在糟糕了 很多富豪 我們的資金 全部走到新加坡 當然不會 每次告訴你 都會 沒什麼 我們都不發覺 有資金外流 我們的金融體系 都非常穩陣 當然 但是你可以查到 還有 是左右查一下 右又查一下 還有要看業績 你看一下 升錢的業績 就知道 為什麼 喂 去處理那個 他真的要說 多了錢 是不是要聘請人 剛剛 以前整個 只有20個人 現在200人 你是不是要 用這些角度去看事情 如果我告訴你 有資金外途 那是不是影響 影響信心危機 香港還有700多萬人 當然告訴你 沒有什麼 越說沒有什麼 就沒有什麼 你有沒有看我 那一段就是 喂 如果我不是行濕 為什麼我要解釋 告訴你 我是證人君子 剛剛 這個就是邏輯上的謬誤 你越告訴別人 沒有什麼 剛剛 我們的數字很漂亮 樓價又沒有跌 只跌了7個幾個 你問一下 這個新鴻基 每次開盤 現在還有二手價 還要低於二手價 還有你有沒有聽到 你隨便打開 隨便打開 FSC 看看吧 新加坡的朋友 都可以的 現在這個世界 沒有了界限的 你看看 為什麼我真的有很多 蝕樣盤 直接有些 蝕樣盤 你按進去 為什麼 他們都想賣 最重要是賣到 我便會賣給粉 這個是售客 生出來的 命 還有 如果要排隊買樓 就大羅打鼓 黃竹坑的一個盤 零成交都沒有再報道 為什麼 沒有人買 他要想 三萬多元一呎 是不是真的貴了 貴了 要強行減價 這口死的 那怎麼辦 香港人一定厲害的 我是不減那個價 跟著我送回很多東西給你 行不行 再去想 先放著市場 還有 施政報告已經出了 香港的施政報告 說要怎樣做地 各樣東西 中間又有些過渡性房屋 是不是跟我講的一樣 現在不是去搞經濟 這些全部都是大媽媽的事 會很長的 他還夠膽追落後 那你想想 追得落後 即是 他真的最後來都可能會做 不過不是現在 三五七年 加上十五年 他現在做 只有五年任期 還有你有沒有聽到 那些地產發展商說 喂 好棒喔 你這個 policy address 我們一定支持你 沒有人有講過 經濟 一潭死水 為什麼被人在搶 又不能出聲 是呀 流進去了 他又不去指 他沒有想過 我們要放鬆 你不要走啦 那些錢 不要走啦 那些人 我們很需要你 不是呀 我現在去搶人材 大把 我們只要 只要怎樣怎樣 我多丟八十億下去 八十億 傻啦 八十億港元 我就當 十億美金 喂 你看看別人的科研項目 都不是這個數 傻仔 你還搞這麼多 剛剛 又說 拉動 拉動基建 沒有時間表 又填海做地 什麼 以前講過的 全部一口 都可以 但是錢都繼續走 人都繼續走 為什麼不安運呢 你現在是人心的問題 現在是混亂 我經常都這樣說 混亂 好像做公司 喂 A department 又有些人走 B department 又有些人走 喂 你問 為什麼你們會走 老闆 你又糧又出不準 外面開始追數了 當然走吧 是不是這樣 現在就差不多了 不用追數的 沒有機會 機會少 少了就叫少了 因為你單一 只有金融地產 現在金融地產 這兩飯都開不了 你現在不知發生什麼事 要去搞創科 創科不是馬上可以的 還有 李家超 警察 喂 我們要做N倍 現在馬上要落底 那些科研 你落底才可以的 剛剛才 懷胎也要10月 為什麼我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你未夠9個月 你就要開土生 因為你覺得是一個煩一個類罪 人家自然生產的 我也不知道幾個開心 這個就是分別 錢被人搶了 整個家族都走了 喂 慢慢走又可以 馬上走又可以 走完的時候 你叫救命 哪裡有得搞啊 好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北基道 點讚 訂閱 多謝多謝